又是水花消失術 中国大陆奥运代表团 访问香港最后一天 全红蝉的跳水示范 最引人注目 除了更搭档 陈韵夕表演反身跳水驱体 还有奥运看不到的特技版本 空中暴戏四次再入水 赢得现场掌声 甚至示范集体跳水 一个接一个迅速往下跳 看似简单 其实高难度 运动员的学体做出不同的动作 避免互相碰撞 我觉得很好玩 那你觉得来香港几天 最好玩是什么 都好玩 哪都好玩 那你有去玩过吗 还没有 中国大陆最年轻的三金王 全红蝉一如既往的据点式回答 尤其被问到有何祝贺词 全红蝉的习字如今 成为他的魅力之一 同样有高难气的是 中国飞鱼潘展乐 跟现场观众 港队成员 透过AR实景 另类接力完成表演赛 然后下个阶段的目标 也是先通往洛杉矶 然后布里斯班吧 奥运中国队 访问香港三天两夜 带给港民视觉饗宴 也掀起一阵运动追星旋风 TV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